8月23日,2019蒲存心爱心基金心灵艺术儿童戏剧嘉年华活动22日晚,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闭幕。 来自贵州雷山的25位留守儿童和北京孩子们一起,手拉手演出了传统文化剧目《汉字王国之成语秘境》。 本届心灵艺术戏剧嘉年华项目的成功举办,兑现了当年给雷山孩子们的承诺。 帮助他们最终登上北京的专业戏剧舞台表演《非凡娱乐》时时报道。